一般人認為很容易的動作 好像針水 穿鞋綁鞋帶 雙手打字 雙手打字 但是對於腦中風的周家智來講 一點都不容易 我是2002年1月出事 濕田的谷底 因為我先天有血管迫駁的問題 先天不足後天失田 油路那邊爆了 令到左邊身癱瘓 加上我做貿易生意 雖然不吃煙不喝酒 但吃的東西可能都會高打滑順 終於好吃就吃 不理肥 膽唇膏那些東西 2年1月那段 我沒有生日 我就去沙溪湖吃齋 走路 我太太就覺得我遲 她說我一走路就碰到她 吃到沙溪完 那時候 左手突然間 控制得不太好 撿起 它就再跌 要留下了 一條鞋子 中間 雖然不太好 我清醒的時候 就發覺我右手 綁在床邊 骨頭插了條管 左手 完全沒有感覺 感覺不到左邊身的存在 我醒的時候 醫生說我是要去的了 所有外國小兄弟姊妹都回來了 你們是誰為了幹什麼 開派對 一個人都認不得 只有我兒子 太太我認不得 叔太太說 你們壞人 沒良心 清醒回去當中 結果太太將小朋友 有著讀書的課本給她一年 所以從日中北媽媽媽這些開始 讀小學的書 接著就中學學 接著看報紙 巴馬巴馬天下月火田 米豆菜人 中高波山羊 巴馬巴馬天下月火田 米豆菜人 中高波山羊 這些有錢獨本的東西 所以上天都聯繫我 早點給我恢復講話的能力 米豆菜人 說我口花療他們 我不是口花療他們 而是想多說些話 剛出事的時候 我很怕面對陌生人 因為除了輪椅 被人退 而大小異變 洗澡也有 幫助人 一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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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泥 醫生說我 以後走到家都站不上 你如果要去醫院 只要裝著行為 要我去老人院 一定要勇敢面對 努力地克服他 於是我自己回家 回家經過自己 一段很努力的練習 只要有恆心 一定可以的 只是放棄的人 才會失敗 還有一段 所以我們不在家 鱔也行 他可能會不斷 其實我們是不在家 然後就可以做出一段 來一段 我說他用一段 去拍照 去拍照 鱔也行 去拍照 將來拍照 你拍照 去拍照 你拍照 來拍照 都要幾套 你拍照 保養 要給你拍照 你拍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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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